也要抗议的是双子星开发弊案 台北市政府决定是由第二顺位中华工程递捕签约 但是中华工程今天开记者会 他们抗议市府根本就是刁难 质疑市府是不是早就有口袋名单 所以要逼退中工 台北双子星开发案去年爆发弊案 台北市捷运局决定由第二顺位得标者中华工程 在今年10月6号前递捕签约 但同时也开出十项条件 结果引发中华工程不满 29号召开记者会痛批市府刁难 像是要求在30天内提出银行融资 653.42亿元保证书条件严苛荒谬 根本是另有口袋名单意图逼退中工 不会退出 如果我们对这种荒谬的条件逼退 那这个社会还有公民正义 中东表示原本今年2月27号 签订的八项审定条件中 明明写定签约后一年才需取得 银行融资保证 但9月5号市府却把审定条件增加为十项 内容也有修改多处不合理 让中工无法如期履行 如果北市府不修改条件 中工也会提出法律诉讼 所以说他也明知实际上操作是要半年以上 那但是这个新的十项审定条件完全没有跟我们协商 他突然间提出来的 让我们反应不及挫折不及 那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摆明的就是刁难 采取这个法律的行动 来捍卫我们14万股东的潜意 签约前夕中共反弹 痛批北市府 使得双方签约出现变数 一旦协商破局 双子新案重新招标 工程恐怕会延宕更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